龙口粉丝为何酒煮不碎 山东昭元找答案 复18度左右 冷冻18到20个小时才可以完成 网传粉丝参明凡 到底是真相还是谣言 那么粉丝酒煮不烂的特点 到底是原料本身的原因 还是真如网上所说 添加了某些东西呢 我们现场进行检测 龙口粉丝不简单 及时粉丝来竞争 谁知盘中餐马上为您播出 追根溯源探产地 量化试验辩真尾 谁知盘中餐 让您吃得明白有心安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样农产品 它的名字可是经常挂在嘴边的 咱们天天都说粉丝群粉丝群吧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 真正的粉丝了 但是说起这吃粉丝 在心里呢会有点又爱又怕的感觉 比如说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 说是粉丝之所以能够又筋道又耐煮 这是因为里面加了名凡 还有人说粉丝酒煮不碎啊 是因为含有胶 甚至还能够燃烧起来 咱们在市场上能够见到的粉丝呢 也是五花八门 看的人是眼花缭乱 比如说都叫龙口粉丝啊 我这眼前就有几种 同样的名字 但是你看它们外观上看起来 差别是挺大的 有的呢就会发黄一些 是吧 这两个相对比较黄 还有人呢颜色会白里透亮啊 而且粗细 我们看大小粗细形态 也都是不一样的 为了帮大家弄清楚这件事 我们就派出了探寻小分队 来到龙口粉丝的产地 山东省昭远市 看看正宗的龙口粉丝 究竟长啥样 最关键的是咱们得弄清楚啊 这个粉丝酒煮不碎的背后 到底有什么秘密 早上八点探寻小分队 来到山东省昭远市 昭远市位于渤海之滨 空气湿润而清洁 阳光充足 水质甘甜软硬适中 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最适合粉丝生产 在当地一家口碑不错的粉丝厂 品济部的段大姐 带我们见识了正宗的龙口粉丝 龙口粉丝洁白透明 韧性好 有银丝之称 之所以又叫银丝 说的就是它的戏 那龙口粉丝在粗细上 有什么标准呢 像我身边就是经过 打包后的龙口粉丝 像我左手地边的一个包装 这包是120克的龙口粉丝 龙口粉丝的直径 大约是0.6毫米左右 也就相当于人体头发丝的 6到7根 像这包120克的龙口粉丝 里面就有粉丝1200根左右 看一下这个 它就是在0.6多一点 按照国家标准规定 粉丝的直径为1.0毫米以下 而龙口粉丝的直径 通常还不到0.7毫米 看这根龙口粉丝到底有多细 可不可以穿过这根大针的针骨 很容易就穿过去 这么细的粉丝 真的会像说的那样 筋得住酒煮吗 风口粉丝呢 它煮到现在以后 它调起来以后还是 这个粉丝的边缘 还是很清晰的 一根一根的 对 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一根一根的这个状态 不坨 然后也不发白 这个 并且你看它这个 它是比较有韧性的 有弹性的 继续煮到10分钟 粉丝仍然没有煮碎 而且看上去 还是那样的晶莹剔透 龙口粉丝爽滑可口 有酒煮不碎的特点 既可以凉拌 也可以蒸 炒 煮 做成各种美食 这样的粉丝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需要换服装 换鞋 然后手部 洗手 消毒 脚底消毒 最后啊 大约经过了11道的工序 经过风铃式以后 才能进入车间 11道安全检查 这么严格 其实就是为了安全 既要杀菌消毒 也要防止像头发丝 金属之类的东西 被带进生产区 在原料车间 有一个巨大的白色转筒 上面厚厚一层 白色粉末一样的东西 不停地往下掉落 段大姐说 这些像面粉一样的东西 就是淀粉 就是用它来做龙口粉丝 摸起来很滑 很细腻的感觉 这又白又细的淀粉 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厂区 有几个大罐子 是用来储存原料的 经过管道连接 加工设备 一些绿色的东西 在管道里穿梭 段大姐说 这就是制作 白色淀粉的原料 龙口粉丝的原料 原来就是这不起眼的绿豆 白色淀粉 就是从绿豆里提取的 龙口粉丝洁白 半透明 让人很难把它 跟绿颜色的绿豆联系起来 而它能够九煮不碎 难道秘密也藏在绿豆里吗 现在检测绿豆除了用仪器 还可以用人工筛选的方法 一个是钻 二一个是轻声音 这个声音很脆 对 很脆 很响 说明这个豆子 一个水分低 像这样的 粘手 这证明它水分含量 就是水分含量比较高 三一个就是用牙齿咬 这些绿豆当然不是随便选择的 人工筛选只是辅助手段 仪器检测会更加精准 绿豆中水分的含量 不能超过14% 这样储存的时候 不会发霉 而绿豆含量 决定着出粉率 现在除了一些传统墨房 还保留有人工炮豆和墨浆 从绿豆中提取淀粉 都是自动化了 用一种酸浆发酵工艺 就能把淀粉分离出来 这白色的淀粉 又是怎么变成粉丝的呢 这些呢就是 配合搅拌出来的淀粉浆 我们呢叫面子 这些面子呢 从这个设备里面 漏到锅里 就变成了粉丝 段大姐说 淀粉浆 其实就是用淀粉和水 混合搅拌成的 很像我们平时 和面的面糊 真的这么简单吗 记者决定 尝试做一份淀粉浆 几次尝试 可记者做的淀粉浆 就是拉不成丝 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这样操作呢 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的话 就是肯定露不出粉丝来的 难道这淀粉浆里 还有什么秘密吗 是不是添加了 其他什么东西呢 第一步应该是先打糊 然后再是活浆 段大姐说 之所以拉不成丝 除了不具备专业生产线上的条件外 主要是我们的做法不对 打糊是第一个 它就好像咱们做馒头 用酵母一样 用酵母的多少 影响了它发面的这个程度 原来要在打好糊之后 再进行第二步 和浆 就像我们平时 和面一样 在已经打好的糊里面呢 放入这个200克的水 200克的水 我们先把它倒进去 然后呢 再加入300克的淀粉 而且水和淀粉的比例 有严格的要求 水多了和少了都不行 对水温也有要求 一般温度控制在50度左右 只有方法对头了 淀粉浆才能够拉成细丝 我们从生产线上 取来做好的淀粉浆 看看是如何拉成细丝的 一扯就扯起来 它很有筋道 很有韧性的感觉 对 它会自然垂下 但是呢 还不会断 刚刚还是白色的粉丝 一路进锅里 几乎一眨眼的功夫 从锅里再出来时 就变成金银剔透的粉丝了 这个锅呢 我们叫做煮锅 粉丝在漏完了以后 就在这个锅里 把它熟化 煮熟了 原来我们在市场上 买到的轮口粉丝 其实都是煮熟的 既然能把粉丝煮熟 看来这煮锅中的水 温度也一定不低 会有多少度呢 最低95 在接近100摄氏度的水中 粉丝被煮熟了 就像我们煮面条一样 煮熟的面条 会比生面条透明度好 韧性也会更强 煮熟后的粉丝 看上去晶莹剔透 又软又滑 挂在铁架上 马上就被推进了 一间间的小房子里 这些小房子里 有什么秘密呢 这个呢就是冷库 那您知道冷库是干嘛的吗 冷库是冷冻东西的 但是把粉丝放进冷库 让人还是十分好奇 冷冻到底对粉丝 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粉丝吧 它属于淀粉制品 刚生产出来的时候 它是有带着那种 黏滑的情况 然后经过冷冻以后 整个这个粉丝 就会把这个黏滑的 这个物质给去掉 然后呢 再就是经过冷冻以后呢 一部分水分 也会被冻干出来 原来把粉丝放进冷库 是让它经历一个冷涨的过程 水在四摄氏度时的密度最大 体积最小 当温度逐渐下降时 它的体积反而逐渐增大 对于粉丝来说 冷冻过程 可以把粉丝中的水冷涨 目的是防止粉丝粘连 这就是去除粘性 而粉丝结冰过程 也是脱水的过程 多出的水分冰冻出来 冷冻可以使成品粉丝 不易断条 更耐煮 韧性更好 然后18度左右 冷冻18到20个小时 才可以完成 我来感受感受 它的硬度啊 声音很脆 很结实 动得很结实 像一根冰棍一样 动好的粉丝 它整体上就是一个 很直 很直的状态 当然带冰情况下 我们看不出它这个爽滑 这边呢 是解冻好的粉丝 冷冻完了 解冻好了 这边解冻完的粉丝 一改先前那种 紧密拥抱在一起的情景 每根之间都已经分离开 不再粘连在一起 段大姐说 先是用高温煮 再进冷库冻 这些方法 都会增强粉丝的韧性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们很难相信 一根细如发丝的粉丝 能够经历 冰火两重天的考验 可段大姐说 这样生产出的粉丝 却不一定都能符合要求 灯的这个透光 所有的不合格的产品 在这里会非常的明显 非常容易被发现 被挑选出来 原来这是烘干前 对粉丝做体检 把不合格的挑出来 哪些才是不合格的呢 出条 为什么叫它出条呢 因为它整体上 比正常的粉丝要粗一点 然后像这种呢 老鼠肚 因为它这个中间 有一个鼓起来的 这个地方 有的粉丝会突然鼓出一部分 通常这叫做老鼠肚 出现粗条和老鼠肚现象 粉丝就容易折断 把它们挑出来 这样保证进入市场的 粉丝丝条 是均匀质地柔韧的 那么是不是韧性越强的 粉丝才越好 越能久煮不碎呢 我们在市场上找来三种不同的粉丝 其中一种是劣质龙口粉丝 看看段大姐究竟用什么方法把它找出来 像这个吧 我们圆滚滚的圆润的那种 它这个外观就是非常圆圆滚滚的 像一种丝一样的东西 可以用它来打结 打出一个结来都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拽一拽 我们来拽一下 打完结了以后 扯还扯不断 对 扯是扯不断的 这就证明它的太韧音太强了 段大姐说 好的粉丝要有韧性 但是打结后还是容易折断 不过像眼前这种粉丝 打结后反复拉都拉不断 韧性确实是好的过头了 基本上能够判断它是劣质的 除此之外 龙口粉丝还可以从颜色和外形等方面 来鉴别真假 这个龙口粉丝 一个是颜色非常的洁白亮泽 并且这个有晶莹剔透的感觉 二一个是它的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口粉丝 它是承不规则形态的 对 它是有点点能 2002年 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龙口粉丝 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按照规定 龙口粉丝是以绿豆或者豌豆为原料 产地只有山东省烟台的昭远市 龙口市 横来市 莱阳市 莱州市生产的 才能够叫做龙口粉丝 也就是说龙口粉丝 还可以通过看原料和产地来分辨真假 判断龙口粉丝真假 我们至少有这样几种方法 一 色泽洁白 二 韧性不能太强 三 丝条有棱 不是非常的光滑 四 原料是绿豆和豌豆 五 产地是山东省昭远市 龙口市 鹏来市 莱阳市 莱州市 龙口粉丝以丝条均匀 质地柔韧 光洁透明而闻名 也正是因为原料好 生产技术高 才一直在粉丝界树立了自己的品牌 不过近几年 消费市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生代 成为了龙口粉丝强大的竞争对手 从业以来吧 就这个产品的研发实践 是我经历的时间最长的 杨丽征是山东省昭远市 一家粉丝加工企业客服部的负责人 他所说的这个产品 是几年前客户定制的一种 冲泡三分钟就能吃的粉丝 当时杨丽征首先想到的是龙口粉丝 一开始就是落脚在传统的 龙口粉丝配料上 不过龙口粉丝虽然质量好 但是泡煮的时间长 而要三分钟就能吃 这是传统的龙口粉丝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后来杨丽征和研发团队 又选择添加马铃薯做配料 仍然不能满足消费者 三分钟及时的要求 在这中间其实还有其他的那种 有添加了其他的一些原材料 但是都不适合 效果都不满意 市场上的粉丝有很多种 有用玉米土豆做的 也有用红薯为原料生产的 他们的成本都低于 用绿豆为原料的龙口粉丝 到底用哪种原料做成的粉丝 冲泡三分钟就能吃 还能够不碎而口味又不受影响呢 各种原料的这个搭配的比例 需要反复的研发 比如说10% 5% 通常一款即时粉丝的研发时间 是在两到三个月 杨丽征他们足足用了半年多 这才找到用马铃薯作为主要原料 胡萝卜素等做配料 做成了这款即时粉丝 早在2001年 赵远师一些粉丝生产企业 就开始接触即时产品 如今在当地 即时粉丝已经发展到第三代 品种也增加到了十几个 这是40克的粉丝 这种粉丝是15克的 即时的这一块粉丝 整个来讲是占比是比较大的 30%左右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即时粉丝在和传统的龙口粉丝 争夺用户和市场 龙口粉丝发展 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调料放出去 然后拿开水一闷就行了 那个口感 折折那个味挺好的 对于消费者的口味来讲 变化 我们得跟着市场走 跟着消费者走 不过即时粉丝 也为当地经济发展 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目前赵远师有粉丝企业41家 比前几年略有增长 虽然传统的龙口粉丝 在市场上仍然有影响力 但是近年来遇到了 包括即时粉丝在内 其他粉丝所带来的冲击 对于当地粉丝企业来说 除了保持龙口粉丝 品牌传承和稳定生产外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 他们也在转变思路 拓展原料范围 不断地推出新产品 利用我们龙口粉丝 生产的工艺 也在生产出其他品种的粉丝 口感的有变 比如说现在这个 马铃薯粉丝 也在芝士粉丝 其他的红薯粉丝 等等一系列的粉丝 什么格格粉丝 整个也都把这个 产品线也都把它丰富了 适应现在整个市场 消费者的银食食怪 从淀粉浆漏粉 再到冷冻和烘干 龙口粉丝经历了 高温水煮和冷冻的洗礼 他久煮不碎的特点 也成就了产品品质的优势 除了龙口粉丝 平时我们在市场上 会发现粉丝的种类有很多 颜色不同 制作原料也不同 这些粉丝到底有什么区别 会不会也能久煮不碎 网上流传粉丝里家的名凡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说起这个粉丝当中 可能添加的明凡 它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硫酸 铝钾和水 形成的一种晶体 另外在传统食品中 能够起到蓬松剂的作用 用途十分的广泛 但是因为明凡中含有铝 所以如果长期使用 会影响人的大脑 肝肾等等功能 因此明凡使用在食品里 国家是有明确和严格的 用量标准的 那么粉丝久煮不烂的特点 到底是原料本身的原因 还是真如网上所说 添加了某些东西呢 我们现场进行检测 平时咱们在市场上 经常能够见到的粉丝 有这么三种 分别是绿豆粉丝 玉米粉丝和红薯粉丝 这红薯粉丝稍微折一折 所以它的韧性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适中 这玉米粉丝 韧性相对是最差的 又您瞧 稍微用力 整个就碎成好几小段了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绿豆粉丝的韧性啊 能曲能伸 韧性特别的好 外观和韧性 完全不同的三种粉丝 到底会不会有 酒煮不烂的特性呢 我们现场检测 煮粉丝 三种粉丝 用同样的火力 同时下锅炖煮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真的有粉丝 快要被煮碎了 而有的粉丝 却几乎没变化 首先最先发生变化的 就是这个红薯粉丝 它的汤是最先变得浑浊的 而且汤色浑浊 之后慢慢慢慢 这个红薯粉丝啊 感觉就快要捞不起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玉米粉丝 玉米粉丝的汤色 相对也有些浑浊 但是比这个红薯的状况 要好一点啊 然后它这个 因为它本身的粉条 就比较粗 所以还能够加起来 而且得稍用些力量 才可以把这个粉丝夹断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绿豆粉丝 特别神奇啊 你看它这个汤色 还是十分的清亮 好像这个用火烧煮 对它没有任何的影响 只是在水中 过了一遍场 洗了个澡而已 你看 而且这个粉丝加起来 就如它没有被烧煮之前一样 韧性还是十分足的 用筷子加也加不断 还可以拉出这么长 通过对比 我们清楚地看到 红薯粉丝最不耐煮 汤浑 粉丝几乎挑不起来 玉米粉丝 汤色略有浑浊 粉丝还保留些许韧性 绿豆粉丝 汤色清亮 而且粉丝韧性十足 本以为最细的绿豆粉丝 会不耐煮 结果反倒是绿豆粉丝 成了不怕煮的大赢家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能让绿豆粉丝 久煮不碎 难道真的是 里面添加了明凡吗 我们把绿豆粉丝 送到实验室 进行检测 试样精除去脂肪 解渴溶性糖类以后 按还原糖进行测定并折算 得出结果 绿豆粉丝主要成分 为绿豆淀粉 占到95%以上 无名凡成分 那既然绿豆粉丝 绝大部分都为绿豆淀粉 为什么能够做到 久煮不碎呢 有请专家解答 粉丝是否容易被煮碎 和原料中直列淀粉的 含量关系很大 绿豆粉丝是以绿豆淀粉 为主要原料的 绿豆淀粉中 还有直列淀粉 占总淀粉接近60% 具有直列淀粉含量上 天然的优势 而这些直列淀粉 大部分为可溶性的 可溶性越强 耐煮性就越强 所以绿豆淀粉 凝胶牢固不一碎 是淀粉本身特有的特性 并不是添加了明凡的缘故 曾经在传统食品的制作中 确实有过添加明凡的现象 但是根据国家 现在的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 粉条生产不允许添加明凡 因此我们在购买粉丝的时候 一定要买正规厂家 正规渠道的商品 原来最细的粉丝 可以久煮不烂 就是因为绿豆淀粉 为原料的原因 而并不是因为添加了明凡 而且专家告诉我们 粉丝生产时 如果过多地加入了明凡 除了会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明凡量控制不好的话 还会使得粉丝不出条 所以根本没必要添加 好了 如果您有相关的 农产品方面的问题 欢迎您在粉丝群当中 跟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会现场为您检测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谁之盘中餐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